今天我们做什么 考虚 大家好我是Jacky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节目 现在的时间大概是 8点 然后对我来说 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天 因为 今天两个月前 就是我在台的第一天 8月22号 所以今天想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对一个外国人来说 学中文到底有多难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在这边学中文的过程 是怎样的 你上课的时候做什么 你下课的时候的功课是怎样的 等等 先吃个早饭 然后要准备考试的资料 也要准备报告 好 所以说全被我见到 好,所以我们现在刚吃好早饭,然后要复习一下 好像我没有说我考试的时候要怎么考的 所以每一次考试都要考两门课 所以这个礼拜的考试就是第13课跟第14课 两个都是跟政治政府有关的 所以比方说第13课的就是选举与民主 然后第14课的就是政府有能,人民有权 每一课大概有30到50个生词 然后还有五到八个语法 我们三天还是四天之内会学完一门课 所以大概是七天还是八天会学完两门课 然后要考试 我喜欢考试的方式就是第一卡 所以第一卡的前面就是生词还是语法 然后后面有拼音,句子也有生词的定义 好,复习一下吧 好,所以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11点 我学习了两个小时,所以现在还有一个小时 我觉得在这边生活跟在美国生活最大的区别就是 在美国念中文的时候,除了上课跟功课跟一些课外活动 就没有很多机会练习中文 因为我其他的课,比方说经济课都是用英文的 然后我跟朋友讲话的时候都是用英文 但是来到这边,无论你做什么 点早餐,参加社团,打篮球 都是一种学中文的方式 因为在这边生活所有的环境都是讲中文的环境 刚来的时候,摄影这个环境有点难 因为都是用英文讲事情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可以慢慢开始用中文讲事情 所以不用先用英文讲,然后用中文说出来 然后我今天晚上大概10点也要开会 因为我上个月参加了一个学生顾问社团 我应该准备一些开会时候要用的资料吧 生活中文字幕组 下 sentence Rider 我感谢 闭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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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